今天的国际看深度我们先来关心是难道乌克兰真的是弹尽圆绝了吗 因为呢现在俄罗斯呢他们是已经集结了50万人在边境 甚至呢已经占领了在哈尔科夫北边的好几座的村庄 所以乌克兰赶快向西方喊话了 真的很需要一些军武弹药的补充 那面对这个情况呢西方国家可以说是措手不及 像英国的国防大臣就说了 而这些进展从来没想过呢 乌尔战战到今天会发展成这个地步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他到基辅去访问的时候 已经呢向乌克兰来保证 他说呢美军的军援已经在路上了 不过其实乌克兰之所以会这么紧张 主要还是因为哈尔科夫这个地方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为呢他其实在整个乌克兰是经济跟文化的重心 就生产总值来讲其实也有一个蛮重要的地位 贡献排名呢是在第三位左右 那再来就是呢他这边也是一个能源的重症 有很大的这个天然气的锄量 所以如果这里真的被攻打的话 等于是乌克兰的能源安全就必须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那再来就是呢其实这里呢是算是贯穿乌克兰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的一个交通要道 所以也是乌克兰军队补给很重要的枢纽 会在这边做一些装备的整修啦 或是伤员的治疗等等 不过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主要还是呢 这里可以算是一个抵抗俄罗斯的象征 什么意思呢 其实在两年前 俄军有一度已经要攻下哈尔科夫了 不过呢乌克兰军队马上是重新组织 最后呢终于让这个俄军从这边撤离 所以假如呢这个具有战略意义 有这么重大意义的地方 现在都要被俄罗斯军队给占领的话 那可能就真的代表战况告急 哈尔科夫曾被俄军占领18个月前获得乌军解放 然而10号起俄军重新对这里地面进攻 很快夺下边境的数座村庄 哈尔科夫州警察只好在挨家挨户敲门 要民众赶紧撤离 过程中还上演惊险镜头 有老太太才踏出家门 就听见大爆炸 随行拍摄的记者也得不时蹲低掩护 俄军炮火真的越来越靠近 除了弹药问题 哈尔科夫州长坦言这里的兵力也不太够 导致边境地区至今已撤离将近6000人 其中距离俄罗斯不到5公里的沃尔陈斯克 有被包围的风险 俄军在夺下另一个边境的哥普继夫卡后 也还在往南推进 乌军确实可能将更多的兵力集结在南边的盾内刺客东部战线 根据战争研究所的资讯 乌克兰其实有收复战略高地查苏夫亚东北部的部分尸土 因为如果这里失守战况恐怕更危急 反观哈尔科夫边境现在成了漏洞 还得靠反普清的俄罗斯志愿军 帮忙对俄军阵地开火 地点还是在房屋林立的巷道中 到底哈尔科夫情况会不会更恶化 乌克兰电视台这样分析 也不排除俄军此举是要在边境建立缓冲区 以防向贝尔戈罗德这样的地方再度被乌克兰攻击 而俄乌战争其实也是牵动了国际关系 我们来看是俄罗斯总统普清 他连任之后是首次出访 就要到大陆去会见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这一次双方会聊什么呢 主要是因为大陆现在面临美国的关税增加的制裁 所以让俄罗斯的处境有点尴尬 他等于变成了大陆的战略负担 这次出访主要会谈对俄罗斯要不要继续援助呢 还有乌俄战争的走向 跟两国下一步实质上会有哪些战略性的联手 那讨论的主题主要分三大块 我们先来讲是呢 连台湾都可能会成为俄罗斯的筹码吗 这是美国方面的分析认为呢 其实现在很罕见的是中俄在台湾问题上 竟然呢有做联合军业 所以没有理由双方就不会就这个问题来合作 所以普京这次呢 他可能他猜大陆的心意是希望俄罗斯能够说出 他们不认为台湾是一个独立国家 要强调这个一中的姿态 那另外就是在远东地区的开发 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远东其实呢 这个地广人稀有很多的资源 包括呢像是这个林业啦石油等等 所以呢大陆如果跟俄罗斯攜手来做开发的话 是有很多的商机的 所以呢美国的这个中情局长也认为 如果这样下去呢大陆在这个地方大兴土木 本身会变成了首屈一指的地缘势力大国 不过俄罗斯呢可能就等于变成了大陆的经济殖民地 这是未来可能的走向 那另外则是在两国的经贸合作方面呢 因为乌尔战争的关系 所以俄罗斯很多本来天然气的市场 现在欧洲其实都出现了很大的空缺 所以现在呢他希望能够透过西伯利亚力量2号 这个很关键性的计划 来把大量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大陆 主要呢会希望这个量是达到500亿的立方公尺的 那这个量呢其实跟这个北溪1号其实是差不多的 大陆方面当然希望可以争取更多的折扣 希望呢两边都能够谈到各自想要的结果 不过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大陆跟英国的关系 最近是不是也有一点点紧张呢 主要呢是因为英国政府他们抓到了三名男子 他们疑似呢是在帮这个香港方面来从事谍报工作 在画面上的这一位您看到呢 他的身份也被曝光了 他是拥有呢中英的双重国籍 曾经在希斯罗的边防部队来工作 那还开设了保安公司 也当过志愿警察 那这一次抓了三个人里面 其实甚至还包括呢 呃港府驻伦敦的经贸办事处人员 他们的工作呢似乎就是在跟肩这些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 不过其实呃大陆方面呢 对这些指控他们认为都是子虚乌有 认为这是恶意的政治操作 男子戴口罩不发抑郁 总计三人被英国一国安法起诉 指控他们是香港间谍 三人分别为38岁 英译为未姓的男子有中英双重国籍 另一人为37岁英国内政部官员 还当过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 第三人则是香港特区驻伦敦经贸办事处的行政经理 袁松标 任何对特区政府的无理指控都不能接受 让电影运逼得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亲自回应 因为其中担任驻伦敦经贸办的男子 跟李家超曾是澳洲硕士班同学 根据英国调查 这些人主要负责监视流亡英国的港独人士 包含罗冠聪 刘祖迪等人 调查也发现香港经贸办银行账户 去年六月到一月曾向卫姓男子的保全公司 支付九十万港元费用 却无法交代用途 英国国会去年才发生共谍疑云 有国会议员研究助理 被控违反英国政府机密法 现在又爆发港碟风暴 不过三名被告已经获得假释 但得交出护照禁止出境 别新闻 送个报道